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很多人他们都在 我发现到很多人他们的身体得到意志 他们的树林也一直在得到力量 对我来讲这个就是一个奇迹 昨天我读到怀师母的你必得力量 他们这一本书就是在很多早期的工作里面 很多人他们是借着祷告得到意志 就是他们 他们就是工作他们不是要去避免疾病 他们没有去展示上帝对他们的好处 就是一而再而的 他们就很不小心 当天怎样是赐给他们这个健康来荣耀他呢 有时候我们要得到医治 我们就要回去我们普通的生活 我们就吃我们所要吃的 去做我们想要做的 但是当天在教导我们回到他的身边 他就是我们的创造主 回到他 要回到他为我们所建立的那个方法 我们一直地跟随他的方法 当我们学习到更多的时候 我也祷告 我也希望 我希望你会遇到耶稣 然后证证他是你他个人救主 因为现在你知道他 然后你要放纵他 我们不能靠着我们的力量来跟随他 但是我们跑向耶稣 我们向他请求帮助 他就会帮助我们 我今天要告诉大家 我们可以写下到很多东西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就是在第一部分的时候 解到非常的详细 解释的非常的详细 然后告诉你怎样的进食 怎样的去复原 怎样的吃 怎样的煮 你怎样的去升华 全部都写在那一边 第二部分 就是我们服务真权里面 还有论语书 论影视中这本书 华尔伦所写的都讨到很多 当我们在写西道的时候 我们不要只是去注重在那个规则里面 什么是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的 我们是要写写到那一个原则 我们写写到原则 我们就可以应用在任何的情况之下 不管你在任何一个方向 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跟从不同的 那个情况而定的 所以我们要写写的是原则 今天我要跟大家谈到的 就是进食和复原 当我在读的时候 马太福音第四章的时候 就是原书在旷野所遇到的试探 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这样说道 你知道原书进食了多少天吗 四十天 到月六个星期 耶稣在旷野里面 就是进食 他的担忧不是在他的痛和饥饿上 他是为人的那个贪婪 他的痛苦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 食欲会使到我们跌倒 会使我们失去他的救恩 我从来没有察觉到 我从来不知道 我们的食欲是这么重要的 我们不了解撒旦 撒旦他怎样的要去引诱我们 直到我们离开耶稣 直到耶稣他可以克服过这个食欲 所以他就可以给我们看到他的胜利 当你听过就是 进食是为我们的身体可以得到休息 那一些累积的费物可以去消失掉在我们的身体上 当我们在做进食的时候 我在那时候聊养院的时候 做进食的时候 我就也做到在一个属灵的进食 然后属灵的悔改 我就跟耶稣活了很深的时间在一起 在那个聊养院里面 很多人 很多人他们被医院季节说 我不能再做些什么了 他们在为他们的生命奋斗 他们没有时间了 他们没有时间去享受 他们在寻找他们的生命 当他来到这边的时候 他们却找到永生的生命 你知道有三种进食的方法 就是水的进食 食物的进食 还有就是介质的进食 现在Mr. Troy叫我们做的就是 食物的进食 我要做强调的 有些人他们有一些疑问 有些人就问 在水果进食的时候只能吃一种的水果 你看到我们给你那个分量吗 这个分量就是你应该吃的分量 不要超过这一个分量 然后你的午餐和晚餐应该是不同的水果 但是第二天你可以重复 你可以有苹果早餐 午餐是香蕉 但是明天你可以再重复 更多的选择是更好的 因为你可以得到更多的矿物质和营养 当你做水果进食的时候 我们不要吃那个肥性的油性的食物 好像牛油果还是榴莲 我们也要避免那些酸性的食物 就好像白香果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就是你对水果有很多的问题的话 你也不要吃那些水果 你可以找另外另一种的水果来代替 你不要强迫自己去吃那些水果 我们说到这一个康复餐 有谁在已经开始了吗 有几个人很好 我们只要吃小小一部分的食物就好 你的胃就可以好好的小化你的食物 我要跟大家强调就是这一个 复原产的那个小化过程 我要说Mr.Trader她的大女儿 她就是跟她工作了30年 她是一个很好的人 所以我去向她问问题 我向她们学习到很多 她的女儿告诉我 她说 她有一次增肥了很多 所以她要去减肥大概10公斤 如果你用水晶食的话 你就是一天你会可以减一公斤 如果食物减肥进食的话 你就可以减半公斤 问题是 但是她是负责厨房的人 当你在厨房的时候 你就需要去尝试那些食物 所以她就不能进行这一个 复原产真正的父亲 你当你去尝试的时候 你很想去吃 你要人家来帮助你 控制你的分量 不然你就会失去 失控 所以你需要有人告诉你 你所需要的分量 所以她做到 最后她顺正的去做到 最后她就从得到 她所失去的体重 她得到了13公斤 所以 她也告诉我 在德国 很多那些贪吃的基督徒 他们就 那些清晨的基督徒 他们就 清晨进食祷告 三四天进食祷告 但是她告诉我说 但是所有这些女人 他们都有胃病 为什么呢 因为有可能 他们不会进行 康复餐 当你开始 开始的基督徒的时候 有可能你会感到饥饿 然后你就会吃过分 有一个人他听到一个故事 他说他去到一个佛堂里面坐 进食 只有一餐 他就开始去吃鸡猪 当你的肉体 只是进行三天水的计食之后 你的胃开始缩小 你的消化系统也慢慢的改变 因为这个胃 我们的胃就 就告诉我们 我的主人没有真正的胃 我好 我要找保护我自己 我还是在饥饿中 所以如果你没有真正的进行 那一个 那一个 敷衍看的话 你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当这个人 他就开始吃这个鸡猪 然后他就气势了 很气压的 真正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这是Mr.Chak 从别人听说过的 所以我也非常的 要求你们 你们要真正的去进行 这个 真正的进行这个 餐 今天 我们要讲到这一个 怎样去转变我们的 康复上 我们可以从水进食到水果进食 当你从水到水的时候 你就吃非常少的份量 如果你有一个大苹果的话 你就把它切成吃片 你吃一片而已 你要连皮一次吃那个水果 当你从水进食到水果餐的时候 因为那几天你没有吃到食物 所以你需要一些东西 是容易消化的 那一天你就需要剥皮 你要只是吃一片 然后你要一直咬咬咬咬咬咬 嘴住你的水果 直到它变成月体 才吞下 直到你把你的讯息 告诉你的胃说 我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那个食物才进到你的胃里面 然后你过后你就会有半分量的食物 如果是一个很大的水果 你就吃一半的水果 第三餐 第三餐你吃吃三个 然后第三餐吃第四片 你要慢慢的增加 现在你在做水果餐的时候 你要转去康复餐的时候 你的胃一直在吃着那个食物 你就吃你一直要吃的那一个 那个所吃的食物 所以今天我们给你的是比较多的 因为山猪和水果的皮不能吃 当你吃第一餐的时候 你吃那一个这样的分量 就是傍晚的话 你就吃傍晚的食物 你就是有两个汤匙的糙米饭 然后有两汤匙的那一个蔬菜 这个就是你的第一餐 第二餐就是 你就慢慢的增加你的分量 一点点的增加 第三餐 你的晚餐 你就可以吃比较多一点 就是第二天 你只要再吃一点 第二天有可能你可以吃沙拉 在你这个康复的过程中 你要吃那些水果是容易被消化的 你要吃 不要吃那个难消化的坚果种子 直到你差不多要三四餐过后 你的康复床过后你才吃 如果你的水果餐是进食四天的话 你就可以你的康复餐 你这个二到第四天里面 就是给它延长那个时间 但是你可以吃少一点 你不要吃一次吃太多 就是在第三天要接受的时候 你可以吃一点点的坚果还是种子 还有第三就是从水进食到各个康复餐 你可以这样直接的进食 如果在这情况之下 你要更加的小心 因为你的胃已经没有吃到食物 你超过水的进食过后 你第一餐 你只是吃一餐 一汤匙的燥米饭 然后你要小心小心的摇摇摇摇摇 变成液体 就是它给你的胃 只是说我现在要进食了 就是昨天Mr. Troy所讲的 你就第二餐 你就再增加一个汤匙 然后就是还有煮好的那个蔬菜 你进食的越多 进食的天越多 你的那个进食 你要慢慢的恢复 你只是进食一个水 进食疗法的话 你就是进食一个 康复的 康复餐 如果你进食五天水 进食的话 你就可以做五天的康复餐 比如说你说水果进食的话 你也可以做两天到四天的水果餐 过在这个之后最重要的是 你要一直进行你健康的饮食法 还有生活方式 你不要忘记你所学习到的东西 很多人他们 吃的健康 他们还是有其他问题 我就问他们 你们有真正好好的喝水 你有运动吗 你有得到足够个阳光吗 你有提早睡觉吗 因为这个是一个完整的一套你要进行的 一个人他要常常进食多久呢 如果你怀师母讲 一个星期你只要进食一餐 也可以 但是你要真正严格的进行你的康复餐 但是你要真正严格的进行你的康复餐 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不一同的情况 一天我有一点事情你要告诉你的时候 就是做水果餐的时候 你的便秘已经会消失掉 有时候你有可能不会去大便几天 或者是一个星期 但是你有这个问题你不要害怕 有些食物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蠕动的 就是气齿 你可以去吃甜的甜 你可以去吃甜的甜 你去找那一些可以帮助你通便的那个水果来吃 就是你 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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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或者是你就可以 加水你就可以这样喝 我没有很多的时间 我要赶快就告诉大家 我们要告诉大家健康的吃法和健康的疗法 的原则 我们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健康原则 把这个从 创世纪第一章29节里来的 我们要吃那些蔬菜和芥油和纸的果子 我们要凭着信心吃 我们主也是凭着信心来煮 因为我们相信上帝 我们会跟从他所想的 真正的是我们要 真正的拿信心来跟从他 当我发现我要去告诉这个 研讨会的时候 告诉自己我们要凭着信心运动 凭着信心吃 我们也要凭着信心睡觉 我要凭着信心睡觉 他告诉我他睡得很好 我说干血上帝 我们把一切都归给上帝 当我们吃的时候 我们要想到彩虹 彩虹有很多的颜色 颜色我们就要像吃不同食物的颜色 不同的 因为不同的树有不同的矿物质和营养 所以你吃不同的食物 你就从不同的营养 得到不同的营养 你不如说我要怎样吃呢 我要吃这个很多吗 不是不是 我们要吃很多种类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吃前食物 植物 植物性的 就是全部的食物 就是上帝所创造的 如果我们吃黄瓜 就好像吃黄瓜 不要去饺子来吃 我们需要它的皮 我们需要它的纤维 当我也是吃这一个甘蔗 我们就是去切开 然后你就去舀那个甘蔗 但你就 你吃了几根之后 你就会感觉非常的满足 但是如果你去吃那个饺子 你喝了整杯 你还是不能 得到那个足够的满 满那个营养 所以我们要吃前食物 我们要吃全的食物 天堂食物 有不同的方法 有些人他们吃了食物 他们会生病 我们要知道健康的素食者 所以我们说全食物 我们要是要健康的 有些素食是好像 加工的食物 如果我们一直这样吃的话 它不会对我们的健康 有任何帮助 我要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就是全部的食物 就是我们有蔬菜 第二个就是我们有这一个加工的 就是豆腐这一些等等 第三个是垃圾食物 我们知道水果 是很好吃吃 然后第二种是有加工的是怎样说 它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 就是好像我那些加工食物 它不是一个健康的食物 有时候我们在疗养院里面 我们有时候会使用它 就是那个酥肉 酥肉 我告诉老大妈 多久我们需要吃一个豆腐呢 或者一两天我们只能够吃一次 我们要剪掉那一个豆腐 吃豆腐 我们要吃那个种子 或者是坚果 就是对健康摧散重要的时候 我们要懂得怎样去调味 我们要用质量的用盐 就是要盐 我们太多也不好 太少的也不好 它也会激动我们的那一个胃里 我们谈到一点点 等一下会谈到盐 一点点 好 现在我们谈一些些关于盐 我们要用自然的那个盐分 就是海盐还是盐盐 有些人说 哦 海盐已经被污染了 但是它是天然的 好过是去加工的盐 在马来西亚 就是喜马拉雅 这个盐不是很贵 所以你们可以去买来用 如果在泰国就可以很贵 所以你尽量做到最好的 很重要的我们要健康 要么要吃到很美味 如果你的食物不美味的话 有谁要成为舒适者呢 谁要成为健康的改革者呢 尤其是孩子们 我们要努力的去使到食物更加的美味 所以你不要只是烫你的蔬菜 然后给你的孩子吃 所以你要使到那个食物更加的美味 所以家人才能够去享用这个美食 我是从美国来的 我用美国的方式来煮 在韩国 他们用泰国的来喷煮 其实你煮 你会看他们去煮 你会看 你不要去担心 你这写记一懂 你要做的是用那一个原则 然后你要去创新 所以当你吃那个食物的时候 我们要有40%和60%的分量 我会告诉你 在我们 我们有那个食物的那个样分 我们会告诉他们多分量多少 然后你就可以明白 我们就告诉你 这边有一个盘子 我们有五个部分 就是有五个部分的食物 第一部分 就是我们煮得好了的那个麦片 水 燕麦 燥米 第二部分 就是我们的主食 就是有可能我们的碳 或者是煮熟的蔬菜 第三部分 就是有另外一个煮过的蔬菜 第四就是沙拉 它是生的 你可以放一点点调味料 第五的部分 就是你要吃生的 就是生食 就好像 番茄 黄瓜 环梨 环梨 因为 但是环梨我们不可以只是单独吃 因为它是非常酸性的 但是跟食物一起吃是很OK的 这是40和60的这一个基本原则 当你看这个盘的时候 你需要有碳水或饿物 你需要有蛋白质 然后有油脂肪 40% 就是你需要是蔬菜 就是你的菜 或者是你的沙拉 就是60% 或者是40% 60%是你的 烫水或物质 就是饭和油脂 另外40% 就是 就是 还有就是马铃薯 玉米 就是那些淀粉类的食物 今天我们告诉你那个要吃 也是吃的那个 怎样吃 如果你有 植物性的时候 你有那个 黄梨 你就吃环梨先 然后你就可以吃其他的食物 就是在一餐里面你要吃所有的食物 有些人告诉你要吃水果 30分钟前吃水果 我们不要有太多时间的分了 因为 因为那水果在我们的胃太久的时候 你又再加其他食物 因为那个食物在我们的胃 我们的胃太久 它就会开始败坏 腐坏 所以你就开始吃 那些甜的你先吃 尤其是我们 我们帮助那些肉食者 成为一个素食者 你们要非常小心 我们要知道他们有这个 豆类在他们的 的餐桌 他们要被感到满足 他们所吃的食物满足 他们不会感觉到饥饿 觉得切少东西 我们要跟大家看这个照片 你看到有饭 饭 然后我们有 冬阳汤 是煮过的 然后在旁边我们看到青菜 还有蘑菇煮过的食物 你看到有些沙拉 有些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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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盐 然后另外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其中的 豆类 就是你需要吃蛋白质 所以它有可能是煮过的豆类 然后我们有沙拉 然后我们有沙拉 你看到这样的分量吗 这个就是我们建议的分量 我们食天所需要的分量 你在这一餐你要吃水果先 木瓜先 然后你就吃其他的东西 有一点 怀世母他常常强调的是 最重要的是 就是你要吃你 你低期的食物 然后你可以负担的 你不要去吃昂贵的水果 或者食物 就是你吃你 可以得到 容易得到的食物 我去到一个地方 他们那么贫穷 不能买到食物 然后看到 他去那个河边去捡那些 食物 我就问他这个是什么 他给我一片我就吃 我说 我就说 无论你去到哪里 我知道 上帝会给我们所需要的 因为这些食物 是非常的有营养 比我们去买外国的更加的有营养 所以你不要去买那些贵的 在我们这个地方 在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 金果类是非常的昂贵 那么花生 你就吃花生吧 在腰果 在泰果 泰果 它是很贵 但是不是很贵 所以你吃 就是 的话你就去把它 当作是牛奶来吃 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不要吃 就是动物 所有有妈妈的东西 所以我们都不要吃包括鱼 还有昆虫 所以我们不要吃动物性的食物 就是鸡 乳个蛋 我们要去看那个蛋 我们要看那个蛋 是你自己种的神的 你就可以吃 因为我们没有那个炭酸素 或者是化血的品在里面 因为蛋其实是可以吃的 当我们煮的时候 我们不要用油 我们只是用水 还是我们用那是水果的高汤 你不要去买蔬菜的高汤 因为在那边有很多那些 那些调配品 我们很多时候用蔬果的高汤 因为我们要用蔬菜的高汤 我们有不同的国家 有不同的高汤 在韩国 它用不同的材料 加 使它增加味道 在美国 我们就用不同的材料 就是马铃薯 青菜这些 就是你煮大夜30分钟 然后那个味道出来了 你就把那些食物 那个蔬菜拿掉 因为你把它的精华已经冲出来了 已经煮了出来 所以你丢掉 所以 所以你在不同的国家 你就去找那些不同的适合的材料 就是有洋葱 芹菜 你可以尝试不同不同的材料 在泰国有可能 你可以用白萝卜 我们不会用油来烹调 但是我们会100%冷渣的橄榄油 你要小心地去找 就是要冷渣的橄榄油 那些 煮过的 都不可以用 无论如何到门做那个沙料的时候 所以你用那个100%的橄榄油来做 但是有些食物需要有橄榄油的那个味来做调料 你就可以煮过后 你就可以放一点点的 的蔬菜 但是你不要放在汤里面 当你在那个锅里面 都煮煎的时候 好像煎饼的时候 你放一点点油在你的纸上 然后你去擦那个锅 然后你就去煎你的饼 然后 什么食物是我们不应该吃 就是那些辣的 就是 胡椒粉啊 五四黑胡椒 白胡椒都不可以吃 我们的原则是 我们的原则是 我们不可以吃那个刺激性的食物 白 我们可以吃 那些 酱这些 衣柜都不可以 如果你要用那个生的 洋葱 在你的你的沙拉里面 你可以去放在那个 柠檬汁里面 那个辣已经湿掉 你就可以再吃 如果你需要用这个生的蒜头 你也可以这样做 你就可以吃 姜你要煮过 你不要吃那个姜 你丢掉 然后不然你就 切到非常的细 来吃 你知道你不可以吃加工食物 垃圾食物 你不要 不可以用味素 你不要用白糖 如果你需要有甜味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自然的 来增加你的甜味 就是 你可以用 甜蜜糖 自然的那些糖的糖分 其实你也用自然的食物 来增加你的甜味 你做 煮那个意大利粉糖的时候 你可以用 烫 番茄 你可以用 洋葱在里面 有些人他们放那个红萝卜 当我去尝试的时候 我用红萝卜去煮的时候 我发现到 这一个 这个意大利粉 像很甜 所以不用需要再用蜜糖 你可以去尝试尝心 用自然的方法来调味 我们不要吃白饭 我们不要用白色的食物 因为它 这些食物都是加工的 他们没有能耐 那些食物对你是不好的 无论如何 有时候你需要吃到白饭的时候 你 有些人 他太弱 太小的时候 他 他很需要这个 冷量的时候 你就需要给他白饭 使到他的这个能力 赶快的吸收到 有些人他们有胃馈的话 有些人他们 不可以 他们 他们吃呢 我们就不给他们吃水果菜 我们是给他们吃那个 白粥的 的进食 使到他们的胃 使到比较容易消化 所以白糖我们是不用的 我们不吃发酵过的食物 我们的身体 我们会吃 我们的身体会有这个发酵的过程 如果我们吃上帝 我们吃的食物 我们的身体就会自己做发酵的工作 如果我们吃在外面发酵的食物 然后放在我们的身体 放在我们的消化系统里面 它就会开始浮坏 因为那些腐坏的食物 对我们是很不好的 面包是另外一个 这葡萄 如果吃葡萄的时候 你不要吃任何其他人一起吃 因为它是很容易发酵的 你就要单独的吃 你不可以吃用 你不可以用 你不可以用 柠檬汁 橙汁 还有另外 就是最要我们 要避免的就是 过量 过尺 吃太多 第二个就是在餐中我们再吃 就算那些食物 是上帝给我们很健康的食物 我们也不可以吃过分 你知道也上帝怎样分享 吃 你知道苹果你就这样吃 从树上就是这样吃 当你看到榴莲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吃吗 因为它是很难打开的 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只是要吃一点点就好 有些人他们说 他们很难去尊重 他们就吃很多 但是他们吃太多的话 但是他们继续的销售 所以你要吃正确的分量 来使到你的体重增加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 就是怎样的去组合你的食物 我告诉你们有两个食物 就是有树上的食物 就是树的还是树的 还是树的 就是树的 就是苹果 榴莲 桃 梨子 红毛蛋 梨子 芒果 这是在树上结果子的 橙 都是树上结果子 就是树上结果子 还有就是 就是在地上生长的 就是西瓜 番茄 黄梨 黄梨 草莓 就是我们在亚洲 就是我们对香蕉 木果的看法 就是从那很小的树里面成长 有些一年才收成 一个五年才收成 但是对我们的消化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我们要自己去体院 就是那些树上的水果 我们一定要跟主瓜的蔬菜一起吃 你不可以跟那些生的蔬菜一起吃 如果你吃芒果 做早餐的话 你就不要去吃生菜 你吃芒果的话 你就去吃饭 吃煮锅的蔬菜 你的植物 那什么是植物 蔬菜呢 你可以吃生的蔬菜 就好像salad 如果你有草莓的话 如果你有草莓的话 你吃 你就吃你的草莓 你就去吃你的饭 你去吃你的饭 OK 有很多东西我们要讲的 然后我们说到面包 面包我们要真正的慢慢的去吃 我们要吃前卖的 但是我们要找到那种麵包 我们在宾安医院所买的麵包 我们在宾安医院所买的麵包 就是可以吃的 所以宾安医院的这个发芽麵包 是我们可以吃的 因为我们 我们用麵包 是用酵母来做 只要发酵20-48 才能够做麵包 所以你要去烘焙锅 才吃你的麵包 当你在旅行的时候 你要怎麽做呢 你要怎样做呢 你知道说不要在外面进食 有时候我们没有选择 你就要用最好的去选择 如果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去准备 挺早准备的话 你就自己准备你的午餐 有人就要求你 录行一整天的话 我们就会准备第一餐 我第二餐 我就会吃麵包 吃水果 吃坚果 还有吃水果 你可以晚餐吃水果 就没有问题了 有一个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 我们怎样做那沙拉的那一个调味 讲料 我就常常去找我的Mr.Google 就问找要怎样找 我有这个 我有这个材料我要怎样做呢 他就会出来很多的食谱出来 你就是去调整 使到它成为健康原则的食谱 你可以用柠檬汁盐来做调味 你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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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糖 你可以用环梨 来去搅 搅它 你去搅它 你就是可以成为好的调味料 你 你可以 搅了 然后放一点点盐 你就是很好的调味 你可以放一点点花生在里面 你可以放一点点花生在里面 很多沙拉 这样你也可以做的 你有些要很浓密的 你可以用不种的那个坚果 你放一点点油 放一点点盐 水 然后你去搅它 你就可以吃 所以用不同的叶子来做 嗯,我的时间到了 所以我要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 对 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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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 酸肿面包 这个酸肿面包 是不好吧 或者是 或者是我再回答你 然后我还有泡菜 我也要去寻找 我们不吃发酵的泡菜 我们不吃发酵的泡菜 酸肿面包是用发酵做过的 如果是已经发酵过 就不要去吃它 就是有人 就是有人 怀世姆曾经说过 有一个人他们 他们吃那个面包发酵过度很酸 人家不能吃 他就给那个面包给猪猪吃 但是猪猪吃了也会死 所以你要非常小心 不要发酵过度的食物 你可以用不同的那一个 就是我们要用完整的 但是 蔬菜有很多荣药 我们要怎样清洗呢 你可以用苏打粉 你可以用 很 出来清洗你的 的蔬菜 你可以看得到如果你放这些的话 你可以看到水即是黄色 因为那些就是荣药 很多人认为苹果粗是很好的 也认为它是一个粗 那么苹果是不是好的 但是我们 如果需要用到只是短期的用 但是我们不会去做 用它来存储整的食物 你意思是荣药的意思吗 对 我认为荣药的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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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认为荣药的意思 所以我会做研究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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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要用那些 绿 你可以用不同的这一个 绿 所以 所以不要用太多,只用一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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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種類型。 我們必須泡泡,肉,你不必泡泡, 只泡泡泡在壓力量。 糧食。 什麼類型的糧食物? 巴黎? 好像這個義米。 巴黎? 巴黎? 小米。 小小米。 有些人他們說要蒸過才煮, 那麼我們就是建議你這樣煮。 小米,你就是這樣直接把它放,放在飯裡面這樣煮。 就是你要泡那個水,一個小時你才來煮。 如果你有那個壓力過的話,你就要慢慢地去煮它,比較麻煩。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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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吃水果的話,我們要得到那個酵素,我們就吃整個木鍋。 很多那些有機店他們都會用那個牌賭產,然後用很多牌蘋果醋。 有些人他們就會有大便出來那個石頭。 所以如果你要學習,尋找的,或你就從這邊做我們, 學習我們,實行我們所學習到的那個牌賭,在這邊的牌賭方法。 就是,就是,就是椰子油,就是冷渣的,100%的,100%的觸悸,椰子油,是好的。 但是所有的油类 我们只是用很少很少的分量 不过说那些好的食物 我们就要吃很多 所有那个油脂 我们就是要尽量的吃很少 就是那个基因改造的食物 所以我们不要去吃 那个基因改造过的食物 今天我们很冷去找到 很多东西都是基因改造的 所以我们尽量去吃 那个也没有改过的 我们只是遵守上帝 然后我们要信靠它 我们去找 如果可以找到那个没有基因改造的 我们就去用那个没有基因改造的 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Mr. Troy 你认为你可以写写到这书 你就可以煮得很好吗 真的吗 当我们在泰国做这一个研讨会的时候 我们在泰国做这一个研讨会的时候 所以他们就要自己学习 他们去吃他们的食物 这个康复餐 所以我们也有很多健康复餐 所以我们在泰国做这些食物 我们都没有去吃 但是你们都没有看过 吃过这些食物 今天你们在这边 你们都听过 但是你们还没有去吃过 在康复餐 我就是很惊讶你们可以去煮 我认为你们应该就去试试做方法来组吧 我不知道我可以分享我的意见 就是在我还没有跟教会教友谈讨过 这是下个星期午餐的时候 如果在你吃的午餐的话 我就会告诉你什么是食物 就是午餐 就是我需要有些助手来帮忙煮 我认为你可以去学习怎样去煮 然后去吃是不是很好呢 那些人要吃的就会说好 但是那些教会不知道会怎样呢 我认为你吃是吗 我认为你的牧师是吗 就叫我妈妈妈说是吗 牧师说好 牧师说好 他已经说好 牧师说好 牧师说好 准备多了 我们下个礼拜就要去发灵教会吗 我们会从这边带两个 两点非常特别的食物去那一边 我们是不是一起过去呢 我们一起去发灵教会吗 可以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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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的地方会比较小 准备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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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晚上会跟牧师还有师母 然后交友 祝福 我们今天晚上会跟牧师 还有师母 然后交友 然后交友 有糖过后,我们会给你,明天给你们大奥。 有可能有一点点困难, 你觉得你要去尝试吗? 所以你才可以学习到。 有可能我们可以在中午的时候做食物, 试饭,或者是我们可以做食物试饭。 我们明天就给大家知道我们的决定。 我们要靠着食物而生存,所以食物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食物和我们的灵性生活是不可以分开的。 我们需要吃,我们凭着信心而吃。 所以,健康的饮食法就是跟基上帝给我们来吃。 就是很多人他们是舒适者,但是他们的健康也是很差。 就是今天你看到的健康就是我们教会的展老。 。 他已经舒适了30年。 他还有30年的那个素食。 但是,他有了癌癌症。 所以他去到我们的癌癌症,然后成为健康的素食者。 有什么分别呢? 。 他就是学习,他学习到他继续地去健康维持。 他现在是非常的健康。 。 就算他30年的素食者,他还是得到癌症。 但是我, 如果你是真正素食者,你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如果你吃得真正的好跟随的话,你就要像我这样瘦。 我就是煮这样的食物。 你就这样吃,你的皮肤也会非常的漂亮。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血液是干净的。 你的血液是非常的清洁。 我告诉你,我教导你们怎样吃。 我教导你们怎样健康的吃。 进食还有就是复食看。 我就告诉你们怎样,怎样的去吃。 正确的吃。 从一开始,我们就是早上,你就要说呀,你就要喝水。 一到两杯的水。 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一生都要实行的事。 我们要喝水。 就是吃喝水。 在餐前30分钟,你就要吃完,喝完你的水。 你要吃美味的早餐。 你就要吃饭。 你就跟进你的生活习惯,你就吃面包,你就去吃饭。 你就去吃饭。 你要健康的盆煮,然后你要捡选正切的食物。 当你吃饭的时候,你又喝水,那么你的饭就不会真正的好好消化。 如果你喝茶, 米汤水,在餐吃饭的时候吃,你就不会有很好的消化。 当液体和糖分一起餐在你的餐里面, 你就会有那个发酵,那个腐坏的现状发生。 如果你吃太多种类的食物在一餐里面,你不会有很好的消化。 你可以吃饭。 但是你不要吃饭和面包在一餐中。 比如说,你吃面包,你就吃一些水果和坚果。 你可以喝一点点汤。 你就是面包,汤,坚果和水果,你就是一餐了。 你听到你吃那个树上的水果,你就要吃煮过的蔬菜。 当你吃饭过后三个小时,你就喝水。 当你三个小时过后,那一个你的消化系统已经差不多完成工作了。 你的食物已经完全消化了,你就可以喝水。 如果你吃饭后马上喝水的话, 你吃饭后马上喝水的话, 然后你所吃的那些水都已经会浪费掉。 你就会变成只是小便。 所以你咬煮你吃的饭, 你只要你的食物消化掉,你才喝那个水。 你还有什么? 就是在下午食堂上吃得不太多。 然后你再下午食堂前一餐, 你不用吃其它水。 然后你不吃其它水。 然后你吃另外一个食堂的时候, 你可以吃其它的饭。 然后你饭后 Bulldog食品还是消化的。 然后你后来的食堂下来, 如果你的食堂还没有消化完, 你就不要吃正好的食堂。 当你下一餐的时候 你要吃 有完全的消化掉 有足够的空位 你才吃你的下一餐 所以 你要感到你饥饿 然后你才去吃 你不要只是因为吃而吃 因为你吃太多 吃太饱的话是不好的 因为你吃太多 你下一餐的时候 你不会感到饿 但是如果你的食物 还没有完全消化的话 你再吃就好像 你在餐中也再吃 就算在好的食物里吃 没有完全消化的话 那个食物对你是不好的 你知道为什么你是素食者 还是你会得到高血压呢 你有皮肤病 你有瘫尿病 有可能是你盆调的时候有问题 有可能是你盆调的时候有问题 但如果你的食物是不正确的 如果你的食物是不正确的 如果你吃太多 你的食物没有消化的话 你再吃的话 就好像你在吃的话 那时候再发酵就好像你在喝酒一样 你的血液就好像变成有酒精在里面 如果这样发生 在你的血液这样发生 你就不会正确的思考 好好的去思考 所以就好像你在喝酒这样 如果你是在餐中 餐和餐之间吃 或者是喝酒 就是这样 是啤酒 是在我们身体以外发酵的 过分吃太多的话 它就在我们的里面发酵 所以在你身吃下一场之前 你一定要感到饥饿 你才可以吃 当你吃三个小时过后 你喝水 你就会感觉到饥饿 但是如果你没有感到饥饿 你就不要去吃 等到你的食物完全消化掉 你才吃 如果你不能这样跟随 你的时间表的话来吃 所以你要吃那个食物 你不要吃得太多 就是你一定要跟从的 尤其是那些胃有问题的人 你要小心地跟从 很多人他们消化有问题 就是他们吃得太多 所以你的早餐完全消化量 你才吃你的午餐 比如说 你吃早餐是午餐 面包水果 你午餐就是饭 吃水的蔬菜 三个小时过后 你就喝水 如果你吃很大的午餐 当你晚餐来的时候 你没有感觉到饥饿 你就不要吃你的晚餐 如果你的消化系统已经完工了 你就吃简单的食物 如果那些他们减少太 如果那些要减肥的 你最好就不要吃一些东西 有些人他们只可以吃两餐 就是吃午餐 吃早餐和午餐 晚餐 晚餐你就不要吃这喝东西 只是喝足够的水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你觉得很饥饿 很难睡觉 如果你可以继续这样的 一个星期过后 你就不会有这么多问题 如果你开始有八一天 里面吃八顿餐的话 如果你 就是你减少一餐吃七餐 那你的肚子就会开始感到肚饿 我想问大家有一天吃八顿吗 一整天一直吃 一直吃 一直吃 然后他们有可能有一天吃十餐 因为他们 他们不要常常这样吃 他们就会感到饥饿 因为你的胃已经加工的做份的工作 当你有这样的饭 表现的时候就是你吃的太多了 因为我们身体是根据我们怎样去训练它 比如说你训练的身体去吃一天时餐 如果你去吃餐的话 你就会感觉到饥饿 我说告诉你的都是已经是慧爱你所记载的 我没有告诉我的主义我的意见 你所说到那个课本都不是我自己的主义 你不要只是跟从我告诉你的去做 你要只是跟谁上帝告诉你的去做 这个是我要教导你的 所以你可以 如果你不吃晚餐 你感觉到饥饿的话 这个就是你一个新的习惯 当你的身体已经习惯那个食物进来 回复的时候 你没有吃的话 他就会告诉你 我需要食物 我要食物 有些人说我要睡前一定要吃一些东西 如果你觉得饥饿的话 这个是你的习惯 如果你吃太多的晚餐 然后你去睡觉 你早餐应该是你的力量的来源 就是你午餐就是给你五下五的那个冷量 但是你吃晚餐 你的身体有用到这个冷量 你的身体有在晚上有工作吗 因为你那时候你要睡觉 你的身体没有用到这个冷量 当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的消化系统不能正切火焰的去工作 当我们睡觉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身体只是很进行很小的活动而已 我们所有白天所说到的能力 其实是晚上我们要做修复的工作 但是你晚上吃太多的话 我们的身体晚上整晚要工作 它不能消化完毕 然后 因为你没有正确的使用你的身体 那就变成一个浪费 所以那些过众的人 他们需要见证 就是他们要怎样去吃晚餐 如果他们不吃晚餐的话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你不用做进食或者水果来减重 你不用做进食或者水果来减重 那些过众的方法 你就是这样一直健康 你就是这样一直健康 你就会有健康 那些癌症病人 如果他们吃太多的话 那个他们的肿瘤就会开始成长 很多人来到我们的疗养业 他们 有些人他们只是拖一个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 他们肿瘤就开始缩小 但是他们在等待下一餐 说我很饥饿 我很饥饿 但是他们回到家 他们就吃很多 几个月过后 他们的肿瘤又开始的成长 如果你在我们的疗养院的时候 你吃太多 你的肿瘤也是不会相缩小 所以不只是癌症病人 就算正常的人 如果我们吃太多 我们也会患病 所以我们在一生中 我们都要遵守我们饮食的原则 对我们孩子 我们也要建立这样的原则 所以他们都肯为一个很好的成长 他们的健康也会很好 那些怀疑的女人 还有小孩子 我们也可以这样教导他们 肉是对我们身体不好的 是上帝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可以吃的 有可能有很多的问题 以色列人他们吃肉 耶稣也给他们吃鱼 为什么我们要成为熟食者呢 有很多的问题 有很多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还没有完成我的课程 有很多课程 所以 所以 你对这些问题 有很好奇的话 你可以去YouTube看我的以前的教导 如果 如果 其实我们的教导的时间已经减少了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你要在你心中做决定 如果你愿意去遵守 你就可以做到 我从上帝的话语 解释到 我可以去跟随 你也可以 我们天上的天赋 我们天上的天赋 尊重 我们一直在听你的话 因为我们要跟随你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有信心在你的话语上 请你给我们信心来跟随你 所以上帝你的话 帮助我们去相信你 和跟随你成为佛 可可以使到别人跟随 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气就祷告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现在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今天的信息 感谢观看